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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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下一个核灾不会等你25年 那等25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车糟米核灾是1987年 那到福岛核灾是25年 车糟米核灾现在是那个30年 你知道车糟米核灾都还没解决 车糟米核灾他的核电厂现场 现在也还每天要4000个人 然后他那时候是用一个石棺把它盖住 现在要准备盖第二个石棺 反正一个核灾要修实 最少要100年以上啊 那他也都没解决 那他说下一个核灾不会等你25年 是因为所有就是这台湾的核电 或是很多国家的核电都进入那种老朽期 那也不会等你那么久 那车糟米跟那个山里岛都是比较新的路 可是现在像那老的路 就是说核电它很危险是最新的时候 然后比较安全的是十几年到25年比较安定 然后过了25年以后他就是老朽 他们是一个像浴缸的曲线 他的安全曲线是一个像浴缸这样 那现在台湾的核电都是很老朽 而且在那个311不是只有这个 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专家跟我说 台湾是下一个最可能就是发生核灾的地方嘛 那311之后就是像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 它列14个全世界最危险核电厂 那我们核一到核四都全部上榜 然后你不要说那个美英国的那个Nature杂志 它做两次专题 那有一次的专题是说 如果根据地震跟老朽程度 全世界最危险的三个核电厂 那台湾的核一跟核二嘛都上榜 然后那个有一个另外一个是亚美尼亚的 就是一个用那苏二的老吴的 那个也上那个才上榜 然后另外他又做了一次 就是说把那个核电厂建在那种人口很密集的圈里面 那五百万人口圈里面就只有我们跟孟加拉的上榜 而且如果再加上首都 那是只有台湾把它盖在首都旁边 那你知道那个福岛核一 它三十公里圈逃命圈 那三十公里圈里面是多少人才十四万人 那你知道台湾核一 北部核电的三十公里圈里面多少人 那六百五十万人吗 你说你怎么逃 所以我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 有找一个日本的京都大学 一个反核的核工学者 他还比较有良心 大部分核工学人都很没良心 就很没良心 他很有良心 他是很坚决反核 然后他请他到台湾来 那他在栽后是被日本 三一以后被日本所有最新任的 他每一天的延长行程都满满的 可是我去找他 我跑到京都去找他 他就说 他说我会去 他例如说台湾我会去 我要去危险最危险最前线 他说台湾是危险最前线 你看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一再警告你 你是最危险的嘛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很可怕 就是说那我想就是说 这是我开始去反核的一个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很不甘愿 在座有没有人知道核电 在我们的发电设备占多少 占一层而已耶 一层耶 只占一层而已 然后他因为他有核电 他一不用还不用 他一天就拼命一直给他用 所以他是占实际发电总量16.7%啦 快要17% 跟他17%没关系 其实都占很小 我们是全世界有核电国家里面 对核电依赖最危险 所以我们干嘛还要用这个最难 那平时台湾都是两三层的设备是闲置的嘛 那我那时候就是 我很不甘愿啦 我一看台湾什么才占一层 那如果台湾是跟法国一样占七层 那如果爆掉我就认了啦 我就说那就是台湾的命嘛 你才占一层我算是很不甘愿啦 而且就是说我回来 条件去上任何节目 旁边一大堆永和那些人 他们我问他几次 他说不会吧怎么只有一层 他觉得是四五层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嘛 才一层啦 所以我一定要跟这一层看 抗拒一定要把他打倒啦 那我想这次最近不是发生那个地震吗 台湾岛的Y7Y8 那我想说 不过我那时候觉得这很严重 一定会提醒大家会注意到说 核电是更危险的 可是我回来大家已经完全忘记 那个台南地震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人实在是还蛮乐观的 我每次跟他说 我看到台湾的核电是最危险的 然后很多人还跟我说 啊不会啦 天佑台湾啦 那我说台湾实在蛮贪心的 到今天没有爆掉就已经是天佑台湾了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要进我们的人士去 赶快把这么危险的核电废掉 不然你就会被台湾用核电把我们废掉 把台湾废掉 所以我说到现在为止天已经够佑台湾了 所以我们剩下的就是说运气已经用光了 剩下的运气你不然在靠每天在赌哦 那基本上很多人都说 我这次其实基本上是为了312的那个 飞河大游行回来的 那每次就是要 因为每年的311前后都会有 全国都有飞河游行嘛 那2013年你知道 那个其实在红中秋的事件之前哦 那台湾市已经有22万人为了飞河上街 那我觉得就说那算是台湾满重要的一个 社会运动 可是今年就很冷 因为大家觉得说 啊民进党都算了 民进党当选的大肆的飞河不是已经完成了 哦错了错了 还差很远啦就算是小英不跳票哦 然后民进党不跳票 那你到2025年会合哦 我们也是从现在开始 每天到2025年每天都在等核灾发生啦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哦 所以我就一定要回来 就是还是啊 我每年还要回来 我先说你今年不要再拼了 然后你也是一把老骨头不要拼了 那可是就是说我还是没办法 就觉得大家 因为大家对那个就是核灾的恐怖哦 或是事实上发生以后 等下会告诉你事实上发生以后是谁啊 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半个灾民哦 你看这个核电厂哦 你知道核电厂主 本来就不是为了像日本台湾这种地震 他是全世界 台湾是全世界 刚才那图就看到了 台湾跟日本是全世界地震最集中的地方 那这是又跟核电厂重复的地方 那台湾就是本来这种核电 就不是为了有地震的国家在做 是欧美他们跟美防就是不需要考虑地震的那种玩意 然后拿到台湾跟日本以后再加上防这的那种东西 是不是后来勉强加上去 本来就有地震地方的地方都不能用 那没有搞核电的人都会说啊核电最安全的啦 核电什么有五层钢啊什么包住啊 那就只是把辐射 因为那只是核电哦其实很原始很落后的东西 可是他只是因为他用的燃料哦 他是全世界最毒的 是那种本来这个地球上没有存在 就是没有存在的那种毒性的那种辐射这种东西 所以他要用五层钢把它包起来而已 他哪里也最安全 那像譬如说在地震带上 全球地震带上尤其太平洋沿岸 只有68个人就已经爆掉四个炉啦 那你说那山里岛他其实也是在地震道 不过他的爆掉并不是因为地震哦 那所以你说那钙率根本太高了哦 就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所以台湾你看台湾跟日本就是你 你那种地方地震又那么红 那又跟黑的叠在一起哦 那所以事实上是不能用的 不好意思 而且哦大家都忘记台湾是那个断层哦 像譬如这次不是美容地震 大家突然还跑出一个叫盲断层哦 那台湾其实整个岛都是断层 到处核一核二连核三 嗯 核三也是哦 核三旁边是有一个恒春断层哦 也都是断层 不好意思 嘿 你看这都是恒春断层哦 你单单是断层这件事哦 那个全世界都会把那个 都会把那个核电厂废掉的哦 那不好意思 下一张就是这几天 3月3号是3月3号 就是日本才刚认定哦 有一个自贺电厂 它的下面是那个就是是火断 是一个断层 所以就把它废掉 就是要废掉 那我觉得要是以日本现在的基权来说 台湾所有的乳就是每一个乳都会 100次都会不够啦 所以就说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好意思 哎 对啊 然后这次哦 你知道不是台南 这次发生地震以后啊 那它不是夜花啊 那不是只有停定而已哦 还会断水 因为那水管就爆出来了嘛 那它还停了好几天 那你知道那种核电厂哦 它它是因为那个满因爐 它是那种几天都在烧 然后它的燃料棒是需要 一直不断需要有人 就整个炉心 它一直需要有水进去让它冷却 那它没有冷却的话 它就会炉心发生熔悔 然后就发生像这次的 就是辅导合一 它就爆起爆掉了 对不对 那它是4个小时就 你只要停电或是停水 你那每个化电厂 台店就会说啊 我们有好几套发电设备 我们不会停电 那通常是一个原因哦 就会让各种各套的发电的手段 都会停掉 那辅导合一就是这样哦 因为一个地震一个海啸来 它原来有各种紧急的那种发电设备 全部都不拧了 然后停水停电4个小时 就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哦 可是你知道辅导合一才是很幸运 你知道它还停机成功 你看地震来的时候 那它停机是要从下面 有那个控制棒插进去 然后才让它停住 可是你知道台天现在他们用的那种 用那个燃料棒 还重复使用什么 要搞一大堆那种人类史上 没用过的方式 它很可能到时候 那控制棒插不进去的话 十分钟就大爆掉了哦 所以是非常非常恐怖哦 就是我觉得他们台院就是 他们真的是那种就是狼心狗灰 或是凝刃的哦 我觉得很冷血 它就对台湾做的都是人类史上 没有在做的事情哦 是很恐怖的事情 不好意思 然后现在就是三个老五 三个合典都是暖狗狗啦 就是真的是烂的一塌糊涂 那可能大家都在报纸上很常看到 每天都在出包 而且出包以后哦 像那个它合一再去 2014年12月 它有一个那个燃料棒的盒子哦 那狗狗掉断了 然后它也不知道怎么办 它不会处理 它不会处理 然后就叫原厂商的那个法国厂商来做 来把它弄了 那法国厂商寄出来 等了几个月来了 他们也不会搞 所以它就一直摆在那边 所以整个都是在失控的状态 那其他很多哦 我不知道各位 因为在这边我觉得可能开车人会多一点哦 那大家有开车 但是你的车你七年没维修 你会不会 你敢不敢开 就是非常可怕 因为它现在哦 那个每次就是台电本来就不大修理 又不大修理的 所以我们那些 我们的反应徒早就被它抄得很过曝 因为他们要跟中国或一些那种 对人民不重视的国家来拼运转力 然后自己去拿那运转的绩效奖金哦 那很可怕 它说他们它就是运转力 运转力就是没有休息又没有修理啦 然后而且就是说它现在合一场哦 就根本没办法修理 那像日本哦 普通是12个月修理 那台台天它18个月才修一次 而且日本一次修是要修理 维修是要45天以上 可是台电是24天 他说他们技术比较好 他根本已经没办法修理了 你知道他怎么没办法修理 因为通常修理的话 你要把那个燃料棒 要把乳素全部拿出来 放到旁边的那个燃料池里面去冷却 可是那个台电 他就现在因为那个旁边的燃料池都爆满了 所以他就是没办法全部拿出来 尤其就是合一 竟有七年状态 所以他们就随便拿一个那个水中摄影机 下去看看是哦 没事 没事 就是这样子 你看 非常非常可怕 那这个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因为我那时候请那个京都大学 那个工学者来哦 来小处一下 那我等下排了好多 好多的那个就是行程哦 那他就说 他就说 大家突然我们有环保团队就问他说 台电这种那种那种维修方法 用水中摄影机去看一看 他就笑出来 他说全世界从来没听过了哦 所以他就是台电 所以所有对台湾做的那些事情都是非常恐怖 而且不可能做的事情嘛 那呃 不好意思 在呃 然后那我们现在说合一刚才一大堆很危险的事情哦 那合二跟合三也是一样啊 你看合二很恐怖啊 合二就是20那个2012年的时候 他有 大家可能有稍微记住有一个叫毛定罗山事件哦 毛定罗山事件 那有六根罗山坏一翼的那个事件啊 那那事件是怎样吗 你知道他是那种 毛定罗山是什么 就是把那个原子炉锁在那个机座上弄水 所以他再有一百多根嘛 那个像点灰条啊 那电纖杆也是需要有那毛定罗山把它锁在机座上 那他结果就是说他停机的时候要维修 那停机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那个本来就是超过那个超标 很严重很严重的那个就是震动 那里面工程师都跑出来就是跟外面哦 就是有我的环保团体的一个朋友叫方姐 他就跟他说说 他说这个不行 他说我那个原能会主委也都知道 台天董事长也知道 他们不换那个罗酸 就不换那个罗酸 那他说这个不行 在开机的时候可能整个反应都会跟那个跳弹那样全部跳掉了 这样他们也不休耶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那刚好我回台湾嘛 所以方姐呢他连夜跑来找我 那我们还连夜又有媒体关系 他说你去跟马英九说你认识他 那那我说马英九那么笨哦 他说你跟他讲也不听 然后他也会只是听找那些找那普通的普通 就是说找那 因为马英九因为就是说他以前当总统的时候 那日本就觉得他是反日的 他当然是反日的总统很爛的总统 然后知道他是反日的总统 然后就来问我说说要怎么样才会让日本人对他有好印象啦 那我是有给他两三个建议他有照做 我说你找日本记者去总统吃饭啊 或者是带日本记者去搭高铁 这样日本人会对你印象稍微一点 那这两点他后来是都有照做 可是他有找我 他刚上任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他有找我 我是完全是对他也没兴趣 对国民党也没兴趣 对从政也没兴趣 那他们就来说你去跟他说我说没用 他就找那些什么专家拿了博士学校 拿了什么原和工博士的人来说 他就会跟你说这么好的 就是说会跟他说 会跟他说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其实不是 后来是靠怎样 我们就在网上 然后我们就跑去媒体那个社长家里去 可是他们说你没有资料 只有内部工程师用嘴巴跟你们说的 你相信吗 那我们后来是靠网友 大家就一直写一直写 后来写到联帝法院 就一直都有开厅正会 那我们那网友在传的时候 还有那个合尔的工程师跑起来说 说他说刘小姐说的太严重了 要是我们这次发生核灾 我愿意死走核电厂 那他想说我不需要你死走核电厂 你不要给我出事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要给我发生核灾就好了 那就很可笑 结果后来他中旅发生那个断裂很严重的 你看这样子的东西 他怎么把就是罗酸断层上 他怎么把那个整个反应鱼锁住了 就是他开机的时候会有大震动 就会跳掉的啊 所以就很可怕 那我们那时候就叫他 就说强化了 他们一定要换 结果他有其实坏掉了三四十根 那他换 里面有七根特别人知道 他换六根 那六根你知道吗 一根原价是一千五百块台币 可是他六根他换了一亿 你知道 为什么换一亿呢 因为他没记住 他只好叫给奇艺 奇艺利 你知道奇艺利啊 很多民众都很担心啊 要是我们没有买日本的核电 那没有卖美国核电 美国会不会对我们很不好 不卖武器给我们等等 或是不帮我们守卫 那就会很担心 其实没关系 因为奇艺早就没有在做 没有在做核电生意啦 西乌也早就卖给冬姿了 然后他那个奇艺也都卖给日历 卖给冬姿了 所以我们是日历基艺 是一个合办公司来帮我们修理 所以他也不会修 然后第七根 因为比较靠近那个炉 那你的靠近如心哦 因为如果靠近如心的东西就 那个污染很严重 每天被种子掀扑造 根本人没办法接近 那去接近的时候 都是核电工 那靠几分钟就要走掉 这样就要换一天 那样就算一天工 因为他身体已经被铺 满一点就没办法 那都是用人命去换 才能够 去换 去把它换外 叫第七根换 他要偷偷去换 只是一根人加一千五百块台鱼 第七根他换了八千万 只有一根 所以就是说台湾的核电 哪有什么技师 他现在所有的维修也全部要靠外国 碰到事情台湾自己完全不会处理 所以他完全是失控的状态 那他还想要 他现在我们不是把他核四的那个提款机关掉了吧 他就不能继续盖啦 不能继续一直提款 他提了三千亿了 然后他现在是还想要说 核一核二核三还想要研绎 然后至少每个核电厂给他五百亿 他说他稍微修一修再多用二十年 那其实像现在都已经随时可能爆 在二十年 就是当然中间一定是爆掉的啦 就是要等到核灾发生 然后他就是要先赚那个五百亿 所以是很吐血 那终于最近他终于承认说 核一让愿意除异了 就是说他觉得核一完全 他真的失控已经烂到失控 那可是核二你看这个样子 而且他最可怕的是 他把那个罗山放掉那天 他的元能会 元能会其实跟他们都是串在一起的 本来元能会是公务员 是拿我们的薪水 应该守护我们的生家性命 可是元能 台天就发包一些研究计划给元能会啊 那他元能会就变成台电最大包商 他包了他八亿的 那种就是拿了他八亿的钱 那他们当他自己的外快 研究计划他当自己的外快 所以你知道元能会就完全听命于台电 所以整个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构 那在那个国会的你都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台电的那个小客长可以把元能会的处长 随便叫来叫去 那因为他是包商嘛 元能会变成台电的包商 所以整个是一个很慌热的结构 那我那个就说因为这样子 那就元能会在那天这个 他把罗山放掉就很急的就重启了 重启了那天哦 那他就宣布说这个同样这个炉 而核二的一号机 他的炉心侧板裂了三十公分 那你知道那个在德国 只要裂十五公分就废炉了 然后他裂了三十公分 现在又过了三年哦 我猜已经超过四十四十五公分 所以他就说我们包括核二机哦 你任何一个小的状况 都可能发生很大很大的核灾 然后不好意思 然后现在大家都以为核三代比较安全哦 因为他好像 因为它是一种叫加压型的废水炉 就形式有点不一样 然后稍微年轻几岁 可是其实未必安 未必啊 因为像日本哦 是在辅导河一发生核灾以前哦 大家都以为就是有一个叫冰缸河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去日本管 因为那个靖岗县哦 就在离那个很近 那个产查的靖岗县 那那边有个冰缸河店哦 那那边最危险 所以所有日本人每天都是到冰缸河店 前面进去四盒 说搬叫搬叫冰缸哦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第二危险的先爆掉嘛 结果说你说 你觉得是意外 就所谓的意外 就是发生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才叫意外 结果是第二 所以日本人就是在栽后 最后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辅导河已经那么老朽 他已经四十年了 早就应该要关掉了 就快要四十年哦 就四十年左右的东西 早就应该关掉 为什么要等到那个 结果才让他发生核灾 那就核三哦 其实很可怕啦 因为他天高皇帝元 所以他 大家都搞不清楚 他里面发生什么事哦 那像他曾经有一个月都没有厂长 大家也都不知道 然后而且就是说 他火灾发生很多次哦 也都没有报 然后最可怕的是说 他发生火灾是居民看到厂内 一直在罵 罵白 他也没有通知县长 也没有通知居民 居民也来不及去避难 然后打电话去问他 他还承认说这是火灾 你说这是太恐怖的事情了 所以每天每天都让他 他也不甩原来会 那有人会教他说 你看去年年底他有一个事件 他教他停机他也不停机 你现在去网上看 他是百分之九十九在发电 所以你说真的是非常非常过分 就是说所有这种状况 我们应该提早让他结束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民进党没挑票 那我们也不用到2025年 每天都在等着核灾发生啦 我觉得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 不好意思 嘿 那我觉得就说最重要 就是台湾没有逃亡的地方嘛 那我说我请的那个小处一张 他就是说 那小处一张的学长 他就是来评估 如果台湾发生像辅导 就是类似辅导那样的一个核灾 他就是说 台湾是因为素死三万人 然后后续死十七 后续死就是两年左右之后 死七百万人 因为我们没地方逃 那我有问过我很多同事说 要素化生核灾你要怎么逃 他说我就跳海啦 那他说 他说 他说要是中国党会带来 你还可以投降 可是你要是 就是那个 就说发生核灾你跟谁投降啊 就而且哦 就是说 很多人 很多人都是 我住在刚才我来的时候 一方也一直跟我说 我们 我们和苗栗大概是 要是发生核灾我苗栗是 大家躲 来避难的地方 我们比较没问题啊 我说你错了 那我现在要告诉他他为什么错了 他为什么错了 你知道我自己家里 我在那个离福岛合一百十公里的地方 也有一个房子 那已经是高度污染 完全没办法回去了 那他就是那个 我待会儿再说好了 那个状况 好啦 现在现在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别墅啦 那因为那时候泡沫经济 东临地太贵 我就买不起房子 我在我们家是先有别墅才有房子的 那你看很漂亮啊 他一开始是有 我们去盖一个木头房子 后面又盖了一个八十几平的大房子 那我觉得老后 我十万车的书都在里面哦 那我就觉得很棒 我这个人生实在太美妙了 怎么有这么好的 私有做梦都没想到 然后你看下一张 你看我两个房子之间有 那是樱花 有五颗参天的樱花 你看很多美的事情 可是他就是不行啦 我朋友都跟我说 他是高度污染的哦 我朋友都跟我说 你三百年后 你可以回去攻心 你三百年后可以回去啦 那三百年后就是睡一三七 他一直半睡半睡到 那个三百年后 他就剩一千分之一 你就可以回去住了 那其实就是资产规理啊 那是八十几公里啊 而且那是因为他 功效跟地形的关系 那有山的地区是 他说没关系 我们在山地在哪里 都没问题 那其实是很难说 然后有的地方 反而靠海的地方会 就看当天 那天吹西北风 吹东北风 就会差很多 那命就是个 就是风决定了 所以就真的差很多 所以很多人觉得 跟自己没关系哦 其实不是 而且那 你要是台湾发生河灾哦 他不会叫西北河灾 也不会叫平东河灾啦 他会叫台湾河灾 那就算你有钱淘到不爱去 你要讲到 去学广东话 当香港人好了啦 因为你不能跟人家说 你是台湾人了啦 因为你要是台湾人 你的小孩会被欺负 然后你的小 你的孩子嫁不出去 就像现在的福岛人一样 非常非常悲哀的 所以就说 那我觉得像至今 像我在国外跑来跑去 我们都很高兴说 I'm from Taiwan 讲到好大声哦 以后你一句你都不敢坑 所以是很悲哀 而且整个台湾就变无法住人 是一个很悲哀的状况 不好意思 再回去 这个待会再说好了 这五年的事情 然后就是说 因为我说 我是很惜 再回去一下 那我就是希望 就说我们赶快能够 虽然说我们要赶快要费合 可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没有没有确定说 一定要费合的时间表 一定要赶快立法 那我是建议要提前除业 因为台湾完全不就一层嘛 那我们说要替代替代人员 替代人员其实都是骗人的 因为就是说替代是替代火电 不是 因为现在我们闲置的设备是两三层 就是说核电需要替代人员 是一个假的议题 你才一层而已 你根本不需要你现在费合 什么时候费合都完全没问题 夏天费合也完全没问题 根本不缺电 那台电每次到那种 夏天很紧张 什么 可不可以备准电力剩3% 你要说骗人员 那备准电力不是备用电力 他其实是很有能力 那就是有钱人哦 他把那他有十块钱 他把七块钱放在家里 只拿三块钱出去 然后一直跟你说 我还很求你 请往吃面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他就是很过分 他每天就是 就是说都给你恐吓说 没电有电没电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 就是说那个小英当前三天后 台电马上就说 哦他说要是合一合二合三都除一的话 电是够用的哦 你看那 他们常见常很多嘛 所以那连很多 那个乃林立委都气死哦 他就说我一直帮你永和 然后被人家一直点名骂了 那每年游行 大家都一直去给他们 那个打头是 去把他那个名字撕毁 然后把他 那被揍了半天 结果就原来是假的 所以台电根本就是骗人 一直骗 我们一直完全本来就不需要合电 这真的是那个 全世界有合电的国家里面最 最那个最早 然后现在最主要 大家这一天如果有看电视 或是很多人在提哦 或是像譬如说 在说那个核废料的问题哦 那核废料其实是有两种嘛 有一种是叫做低阶核废料 一种叫高阶核废料 那其实哦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个 低阶核废料 低阶核废料说现在 现在有十几万筒 来以为没有十万筒 这样子哦 那其实低阶核废料 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它是你用过的衣服啊 鞋子啊 那些它的确有污染 差不多是就是 每公斤一百倍克以上的叫做 倍克是那个辐射的量 量的数目哦 一百倍克以上叫低阶核废 那那没有那么毒 你放几年它 毒性也降低了 只要你不要再继续增加 它量就不会一下 从现在十几万筒 一下给你编成四十五万 你一直倒完了以后 变那么多筒 你就变得很难处理 那而且低阶核废料最可怕的 就是说不要让它乱烧 台阶核废料就乱烧 烧的到处那个辐射 劑量都好高 哦 这个也是 这也是我们灾后 东京加的两倍多高哦 就很高很高 就烧的到处都很高 不过恭喜你们这边 比那个竹南或新竹都还要低啦 所以就是很可怕 那像我的台 我是台大BL去台大去台会 或是什么演讲 它也是0.2又高哦 这边是0.13 那我东京的家是0.05 所以你看 灾后以后啦 刚开始发生核灾的时候 是0.12左右 跟现在这边里一样 所以你看台阶就一直乱烧 低阶和非啊 那这一点 等一下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哦 请那个林瑞珠小姐帮我补充一下 因为她现在就在做各种测量的工作 就是保护自己的小孩 不要被辐射污染哦 然后你看他说要去放30年 没几年就烂成这个样子 所以台电非常非常恐怖哦 然后拜托一下 这就是普通在那个核电厂里面的 那个就是那个用就是低阶的核废料 那可是事实上这个没有那么大问题 现在台电他们都假装好像这是很大问题 其实他的目的是要过 是要把你偷偷用啊 再去放别的更恐怖的东西就是高阶的 高阶核废料那高阶核废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用过的燃料棒 这个燃料棒你这样看 你看不见他就一根一根插在那边 就是吊起来的样子哦 那一根插到四公尺左右 就是一根那样子哦 那你知道这燃料棒是怎样呢 他本来就很毒没有烧也很毒 烧了以后就变成一亿被毒 那一亿被毒有多毒呢 就是说他毒到就是说你把它像在这个冰水 因为他在冰水烧完用四年以后 他一百万年才会无毒化 而且就是说他含的那些布啊 那些毒都是原来 这个地球上没有的东西 是你人工制造出来的一种毒 那所以是完全 要是你被他那个被毒 被他照到一下就完蛋 那还有多毒呢 就这件事 我也有跟袁仁慧的那个官员 在郑春节节目上辩论两次 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用过燃料棒多毒 他不知道 他是管这个东西的哦 他不知道 他就哦 第二天他就因为连续两天 他第二天就拿了那个一堆 远能会资料来给你看 他就从美国的他们那种人去查说 哦 还有多少卡 很热 的确 因为燃料棒那种在烧的是几千度呢 那就算你用完泡冰泡了十几年 也都还很高的温度 那是很热是没错 最主要是吸火 我问你说你知不知道吸火 吸火是什么 就是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那吸火是他的毒性有多少 你知不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那清大教育就是叫你藐视 辐射 辐射的伤害的一种教育 他们完全不重视 对人体的影响 那你知道这有多毒吗 这包括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包括很多民进党高层 我也都要去跟他说 他们才知道 大部分人也都还全部不知道 那有多毒呢 你知道一个一根燃料棒在水里面 泡个十年二十年 把他拿出来放到不锈钢瓶以后 那不锈钢瓶一个五百公斤的桶 一个不锈钢桶 那他表面的那个吸火数 是一千五百吸火 那一千五百吸火有多高呢 你知道就说根据那种世界最永和的一个组织哦 那个IAEA 国际原子人总署 那他的最亲善的一个组织 就叫ICRP 国际防护 辐射防护委员会 他们都承认 就是只要吸吸火 你就会马上死掉 那一千五百吸火是二十秒就死了 你看这么毒的东西 你放了十年二十年都这么毒 你只是用四年 那这个东西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呢 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万七千素 这一万七千素这种东西 那他以辐射的量来说 是相当于二十几万颗广岛原子弹的辐射的物质 那我说实在是真不怕 台湾每一百个人就可以分到一颗广岛原子弹 分到辐射物质 所以这很恐怖 那像日本每次世卫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直骂 说安倍 他说你看我女儿的手那么小那么嫩 我们怎么舍得把这种 这么剧毒的那个就是燃料棒交给他呢 所以这本来就是核电就是不能用的东西 他就留下这个东西 那你知道像刚才这个图哦 你看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知道台湾哦 你看到这样子 那这个是超涌极的 全世界你看别的国家是没这么极 这已经是原始设计的四倍极 台湾你知道他们做的都是 都是对他都做人类史上 台电对他做人类史上没做过的事情 那那个法国世界报在两年前 他就一再警告台湾 说你弄了世界紧随时会晾核灾 随便丢个球进去 他就可能就发生那个核反应 就是核灾了 他是叫你一定要不能在这个样子 再挤下去 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核电是全世界最危险 连储存蓝料就是用过蓝料棒方式 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 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 我觉得就是说台电那些人 他们为什么敢这么 敢这样一直胡搞乱搞 那我觉得一个原因 他们太心肯血了 很多人他们就 就是所有里面发生战争 或是类似核灾这种东西 遭殃都是下面的人 他们上面的人就是到时候就跑掉 而且跟自己没关 他们也不用去收拾核灾 像辅导合一场 现在里面有七千个人 都是整个社会最底层 最勉强的人 那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因为你进去几个小时你就被铺 那被铺你就 那一天就不能工作 那就领那一天的工资 可是你被铺几次你就死掉 像他们说 每次都说胡岛核灾没死一个人 那胡岛核电厂里面就已经像 譬如说2010年就死了四个人 那就算你是急性白血病死掉 那个冬天也都会叫你签记绝书 说你不能认为 你不能说你的那个生病或 健康是跟这个就是核电厂工作有关 就是说他们都不死不承认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 去收拾也是本身也很困难 那你看他现在 对不起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对 他说去 到去年为时 你知道已经有十万人 最初是三十几万人 在那个就是住在那个住在组合屋啦 或是住在就是搬家哥在外面租房子啊 这样子 然后那个现在政府就一直说 我要把你取消那个补贴就津贴你 去逃难的津贴就一直把你赶回去 可是就算现在也还十万人呢 他们不是有无家可归 而是有家归屋的 你不管在这个地方 就像我刚才来一方核的时候说 他们都是他们一百年的家 你就算是你一百年住了五百年 他们很多人住了四百多年的家 也都只好放弃 只好走 你有牧场 你有农场 也没办法 你也都只好离开 既然还十万人 然后最主要是有一百六十七个小孩 一般讲到现在有 已经有一百多个割掉了 那是很严重的 因为日本的小 日本的小孩 他们吃海藻 海带神吃很多 不大会罹患 他们本来是一百万个到两百万个 才有一个小孩子会得到 可是现在是 居然是三十万个辅导儿童 就一百六十七个 那这样的算法就是几十倍吧 那有人有其他算法 甚至达到一千倍 就罹患率 可是像政府也说 这跟核灾无关 那可是至少假装下 因为大部分被辐射 护照的癌症 他可能是五年 十年 或十五年才出来 那可是只有假装牵尸 马上就会出来的 所以三五年内就一直会出来的 那这个是WHO世界维生组织 唯一承认说 跟辐射直接有办 就算这样那政府也都不认 他是有给你医 然后可以免会给你做手术 可是你的小孩就是一辈子 都要服用那个就是 要服用假装腺素 那他断药也会死掉 他虽然死亡率是比较低的一种 癌症 那也是癌症 而且一辈子这边就一个刀痕 那人家就知道 你说病就是辅导的人 辅导出来的 不敢跟你那个痛昏等等 然后你看他的处理啊 那个贝尔已经超过十二 然后跟辅导关联死的 就是那个逃难的跟自杀的啊 那那个自杀都还要这个警方认定 他有遗书说 我已经不想再跟看不见的 那个辐射奋斗下去了 所以就是 no 这种全部已经超过两千 而且现在每天都还是排放一大堆 那个高濃度的污染水 超过几百堆的 还排到海里面去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好意思 下一张 这是何一看着我打错 然后你知道 他那种就是像那种 把那个地 他们现在收到除去的 无色污染啊 那小孩子在玩 他因为他其实应该 就像宫崎骏哦 就是那个 大家大概知道宫崎骏嘛 就是 他宫崎骏我访问他 或是之前也是 他一直呼吁说 辅导应该整个放空 整个不能住 因为普通的地方 只要一个平凡方子 超过四万贝克的话 他就是一个辐射管理区 就很像 医院里面X光 谁也不能进去里面 小孩子当然不能进去里面 可是辅导跟他周边的地区 他很多是六万贝克 甚至六十万贝克 他可能他还让小孩子住在那边 那日本是因为在栽后311 他就宣布了一个叫做 现在日本从今天开始 请你进入那个叫做 核栽的紧急事态 那已经五年了没有解除哦 那就是核栽戒严例 所以核栽戒严例的话 什么事情都用非常的状态来进行 所以那个很 应该不可以 小孩子不可以进去 不可以住人的地方 他也是让人家继续住在那里面 然后他是说哦 小孩子活动比较多的公园啊 或是学校操场 他就把你的土刮一层起来 就让他辐射少一点 那刮起来的土啊 那些没地方放啊 所以你看就变成这样 这是一百五十万贷 没有地方看 没有地方放 又黑的塑料袋绑起来 然后放到那个就是现在变成有四个 辅导合一场旁边有四个钉 都是空屋 变成无人的鬼城 那就放在那个地方 也没有得到地主的同意 地主还觉得说哪一天 梦想你几百年后自己说不定还可以回去 可是他也没得到地主同意 因为需要地太多 他需要一万多个地主提供地 可是大概只有那个三%的地主愿意 所以他也是印给你放进去 就是一百五十万贷 这还一直在增加中 不好意思 然后他辅导场内 他每天 他现在那个三个鲁都没办法收拾 鲁星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然后他单单发免去把鲁星收回来的 那个技术也要等几十年 所以要一百多年 活着人都看不到 辅导合一收拾的状态 然后你看他现在这一大杯桶 他一百多的桶就是 因为他那个鲁星也还是需要一直冷却 冷却以后那个水就没地方去 那他就是 而且附近的地下水都流进来 整个附道合一场内也都是那种高屋 辐射污染根本没办法 那个厂房现在都 还大部分的地区都没办法靠近 所以根本没办法收拾哦 再帮我按一个好不好 那这是我家 然后再按一个 不好意思 再按两个 好 再下一张 好 那我家嘛 我家很多 我就说啊 我家那个房子就资产归你啊 那也是投了几千万台币也是就资产归零了 离辅导合一山 八十几岗也归零啊 然后到2014年哦 要不然到2015年去年哦 那个栗木县政府 我这个是也没有人去过日光玩 我们就在日光旁边哦 就一个纳虚高原栗木县 就在那边 然后呢 县政府来跟我们说 他说你那地方被认定是高污染的地区啊 说那我们要帮你们除却污染 就是把地刮一刮 或是那种那个雨水下来的那个沟啊 帮你刮一刮 那样子的话可以减轻你的辐射剂量给你刮一刮 那我们都觉得很好啊 那他说可以不可以 那我说你帮我刮我很高兴 为什么还要征求我的同意哦 他说 哎 他说对不起啊 他说帮你刮了以后哦 我那些辐射污染没有地方放 所以我们要在你们家的院子 刮一个洞再把它埋下去了 那你看这实在是太无奈太无奈的事情啦 那后来他这个名字 过了几个月后他就跟我说 那他说我哈哈 他说那个欧桑 因为我是我先生的名字嘛 那他就说欧桑你们家的地瓜好了 就是弄好了哦 除了污染 那已经就是 他其实应该艾瑞比是要 医好西否 可是他那时候是20倍的基准在挖的 其实也是 其实也还是污染很严重 只是比以前好一点 他说好了 那我们就赶快去看 我们再后都没有去几次 因为就被污染到300年后才能回去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哇 结果我们家门口多了一个小山 辐射小山 他把所有辐射污土全部放在这边 然后给你插了一个红旗 说这里是危险地带不要靠近 那你看就是这种东西 整个是一个很无奈的 像一个闹剧 而且我们 因为我们还算是 就是说虽然是很严重 可是跟那种直接辅导那些比 所以我们一直等到第四年才轮到来处我们的地方 可是 而且处了也没用嘛 因为就是说他把你的土地刮了 那他们去年年底 日本政府就宣布说 他那附近的山里都不除却污染了 那不除却污染的话就是一个浮射 那其实是没办法做到 你怎么山 你把整个山都凸了 把所有的树的树皮都要拔掉 你根本做不到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做 那所以也没用 他把我们刮干净了 可是一个风吹雨打那几样又都回来了 那我们家就是多了一个浮射小山 然后这个浮温的就是核灾纪念品嘛 然后真的是还蛮悲哀的一个事情 不好意思 所以那很多人说 那日本已经这么惨 为什么他还要重启核电 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灾前 他们是56个炉 然后现在重启了4个炉 那他其实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因为你知道越来越冷战时代 后来他们就准取日本当那种核武国家 所以他可以拥有布 当然就是说 而且他的理由主要是说 我那个布我还打算继续 有一种布佑粉核来 那他如果他还打算在核电继续烧 这是他们对世界的一个解释 所以他现在重启的都是可以烧 那个布跟佑的粉核物 那民国如果他不重启的话 他就必须要把他手头拥有 可以做核弹的那个布还给美国 那他们去年已经被迫还了两顿回去 那其他不想还 所以他要赶快开核电 那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另外一个他要出口核电 那你就知道 你知道核电 我们的核四其实不是美国第一的 它是日立跟东芝 两个炉 一个炉是日立 一个是东芝 那涡轮金三零 那大家都知道日本家电 我们以前都觉得日本家电很好 可是日本家电现在整个世界是很没落的 所以他现在还想靠核电来搬回来 所以安倍现在出国 每次后面就带了什么日立东芝啊 三零这些核电厂商就要去推销核电 那我觉得是很透皮的事情 不好意思 这个是这算了 这就不要说 这更复杂 就是说 然后他就说那个 就是他想把核电嘛 出口给很多地震的 像土耳其啊 越南啊 越旦啊 立陶宛啊 分散还算地基稍微好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可恶 你自己都已经因为地震发生核灾 居然还对这个 大家都知道吗 那像前两天印尼他们也在推销 那根本是很吐血 印尼这种地方怎么能够搞核电呢 不好意思 那台湾刚好也提过 他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嘛 那而且台湾就是你费核的条件 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你要在世界承认你哦 你除了就说你是民主化的国家以外 像那个 2022年啊 其实我们今年就可以宣布费核啊 那你的 而且也就是说马上 台湾是最低的 是全世界最低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是依赖率最低的哦 而且就是说核电本身也是会派 而且最主要是 哎 不好意思 下一个可以演 就是说 像有台湾再生能源条件很好 那再生能源就可以取代火电 核电其实是不需要取代 取代火电 那像日本哦 他们在灾后 就发生核灾以后哦 那我每次跟我先生说 啊 我们买这东西会不会安全哦 我们就都尽量买那个九州啦 沖繩那东西啊 那我儿子都还骂我说 他说你们也有用 我们也 我们在东京 住在东京 我们用的店就是福岛合一的店 你知道 福岛人当地只用很少的店 就 大部分店就是都是送到东京 就福岛合一的店就是给东京人用 那我儿子还骂说 你应该 就说你吃点 吃到一点他们污染的东西 就不要这么抱怨哦 我们还被小孩子罢哦 那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就是说你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说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用电的代价是很高的 所以日本人灾后结电 到现在为止他们全国是结了17% 可能有一阵子他们甚至结到30% 甚至有一个叫小松制作所 他在台湾有分店 我觉得台湾应该去跟他找 他们结电技术可以结到50% 那厂家啊什么都可以结到那么多 那那是最根本的方法 就可以结电哦 那像 而且就是说他们 譬如说他们把 孤山把所有的LED哦 全部换掉可以省13个炉的份 那台湾应该店会比较便宜 大家也都不会想去换 那日本是灾后 由于灾后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 所有的便利商店全户都关掉 因为他们所有便利商店的协会 就决定把所有的灯 因为他们是24小时都在开 所以是很耗电 他全户关掉 那过了一两个月才全部要恢复光明 他们就全部 现在日本所有的便利商 全部都是用LED的灯光 那人很奇怪 就是说你本来每天在开 他说你以为你一定知道 那边有一个便利商 他会按掉 你是不是会找不到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 蛮大的牺牲才去做到 然后知道很贵 那他们在灾后就是只是 那个再生能源 回来刚才前一场 不好意思 前那个就是说 他们那再生能源就搞了13个炉的份 然后像九州的面积就跟台湾一样大 他就七个 那只要一两年嘛 因为太阳能光电把他就装上去就有了 就很快的 只要那电网稍微配合一下 那台电就是台电不合作 所以现在就是 你看小英他要搞那电网分离啦 就说他只要合作的话 你只要装上去马上就有啦 那我觉得就说他们为什么不积极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跟太阳要回扣啦 我就说你装完就完了 所以就说 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那以后我们自己知道 就是可以去做 那像他们九州 我们的日照跟强度跟时间 都比那个九州好啊 就是都比日本都是多一倍的 那他七个炉的份 七个炉哦 最重要的是台湾哦 用电就是夏天最热 下午两点 大家都一直在转那个冷气 那那个时候就是太阳能最弱可 最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 那我写这样子 台电还来跟我说 台电他还跟 我在自由时报写这个专专 他就跟我说 他说没有 他说太阳能阴天不发电 我说我没有加太阳能在阴天发电 而且阴天也发电 只是发的少一点 他阴天不发电 那你看我只要他在我们想要用冷气的时候发电就好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单单发电设备也可以节省两三层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下午那种 夏天下午他出现一个用电的疙瘩 一个很大的疙瘩 你就可以把它打掉哦 所以就说实在是很容易做的事情哦 那另外一个大概院里的人都有 不好意思 你看他这个是风令 那很院里的人 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张说一定要风令或什么 因为他们是在北海道就人口很稀少的地方 还有就是说不会用很烂的基础 就是会有噪音会有什么样 因为现在技术也很比较进步 然后这个是今年的二月时间 他们在北海道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 一下子就死个百亿炉的份 那我当然觉得是说 他譬如说破坏海边的景观 而且造成居民的健康和那个噪音等等受损 我是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赞成过 那我是觉得是说要是不勉强的话 台湾也有潮流发电 有各式各样其他的再生能源哦 那台湾还没有发核灾啊 这等一下 现在一日一天你测的 就是测你的辐射计量 不然的话你发生核灾你都不知道啊 你知道台湾的 大家大概不知道1986年 就是核一场曾经发生一个空腹事件 就放出大量 为了要拼运转运就一直不停不停 没有没有休息 就终于就有一个就放出大量的辐射 我就发生一个 其实是等于是小核灾 那放出大量的辐射物质 那叫空腹事件 那这是圆人会的记录里面就有 不是我编动 他放出的那个辐射物质是比山里一岛还多 你知道是很可怕 所以像我原来是基隆人哦 那我想附近其实很多人因此是来 像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 我们开同学会一桌里面就有三个人得了癌症嘛 所以十个人就有人了 是很严重的事情哦 那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或是我想我昨天去那个中立去演讲的时候 旁边一个女孩子 他们因为中立那边有一个核烟所 他们也是就是发生过七次轻暴 从来没有告诉附近的居民 结果她本人一个女孩子 她本人是得了甲状腺总大 她的姑姑全部是甲状腺 而且他们整个那是叫八章里 八章里 对对她说他们整个村子里面 几乎每个人都是 甲状腺全部都有问题 所以就说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是你不知道不去测 不知道无设计要发生变化 连死都死了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掉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怕 那这件事等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一日一测运动是 林瑞珠小姐她非常非常积极的响应哦 而且是她发起 然后在全国她已经测过了两万多个点 然后发现有44个点都是高的 非常非常惊人 台湾很多地方都是跟辅导 周边一样脏的地方好多 然后就说不需要嘛 就说你不需要 因为台电你看她三天后就承认 然后就完全不像我们新盖的那种 比较稀锐一点的火电还蛮多的哦 就根本不要把自己的命卖给 根本不需要的火电器械 对下来知道 那因为台电她至今都给你骗了 她给你那个虚报说我需要这么多 然后又低估自己把自己的电都藏起来 就跟你说骗 说没电 每年就一直给你骗哦 而且就是说那个用过的燃料棒 她的处理将来是几兆或几十兆 你现在每天多用一次的一度的核电哦 那台电都说她核电的成本是一度五毛 我说那不是五毛 一度不是五毛 是五十块 甚至是五百块 你知道那用过的燃料棒 或是未来拆乳 拆乳的价钱是那个就是 是贱如造如时候的三倍以上 那我觉得他们已经给台湾留下几兆 或几十兆的问题的那个不良债权 是台湾经济上最大不良债权 那我觉得小英政府 或者是未来的政府 它就说除了中国跟经济生存问题以外 其实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核废 哦 或是未来拆乳废乳的问题 那那东西还会污染 就是说它弄不好 就会搞得整个台湾都不能住 因为台湾台天现在都是在用骗的 用最低规 最糟的规格 用最烂的东西 然后可以用最不安全的东西 让你几年就烂了 让你整个北台湾都没办法住人 因为他就在打算把那个 刚才那么独的用过 合一的用过的 蓝料棒 那个甘组的那张 不好意思 可以找得到甘组 有一张甘组的那张 不好意思 再切了一点 他把它打算放在那个 合一的甘组 就这个东西哦 那你知道这个就是用过蓝料棒 他打算把它放在钢瓶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水灵罩 然后就随便丢在合一的后山 那你知道你看这个后山 它根本就是前面有小溪 然后后面那个地都是 那水池会有沙石流下来 那它只要打翻了 或是把它弄 就是 就是只要发生一点小贪方 那就这个就倒了 整个台湾就没办法住人了 因为你知道这种荷 放荷 荷 用过蓝料棒哦 它很可怕就是说 它只要一倒一坏掉 或是有辐射外线 人就没办法靠近 就像浮导回离场 现在你都没办法靠近 它那个水哦 就是 它刚才看了那种水槽的水 它有的是焊接 有的是完全身心 那焊接的场上会露出来 露出来 在有的人根本不知道 你要是没有别那个辐射真正的气 站在旁边几个小时就死掉了 那那个还是辐射水 不是就说它只是进去冷却用的水 还不是蓝料棒本身 那它这个台电台电说它要放四十年 那我看它是哪来放一百年 因为它这个尺寸是全世界没有最大的尺寸 就是不打算移走的 那它这个附近旁边500公尺就一大堆人住在那边 所以台电做的都很奇怪 而且是倒了以后是整个北台湾 这个是整个台湾都没办法住人哦 坏掉的话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说它用的哦 它用它那个设计是给一个 就根本美国没有做过这种合肺储存的一个厂家 给它设计 然后自己他们台电跟那个原始组自己搞 自己弄一些桶子 美国最难最难的桶子 那个是那种焊接的 焊接是一下就会外泄 然后就会烂掉 而且它用的那个钢也是美国的河管会一再警告你 高延费的地方不能用 一下就会 每两年就会烂掉的东西 它就打算这样 它算要用四十年 那那个宜兰有一个环保组织叫宜兰人文基金 因为有一个程度 他给他评估是可能用不到二十年 那我是觉得就是三四年就烂掉了 因为他们用的规格实在是太糟太糟的东西 那那是一个剧毒 谁要去收死啊 那没有人可以靠近你们去收死呢 那他们就打算这样子乱搞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已经是变成最棘手的一个事情 那因为当地的人 像那两个核电厂 比如说核一跟核二之间那金山 他们的致癌力根据台大金山分院 就是他们的致癌力是全台湾最高的啊 所以他们已经不要再忍受说 你核电厂终于要关掉的话 还要把燃料包的继续放在我们这边 他不让他换 那现在那是黄国昌的选区 黄国昌就是在那边说说 他说要把那个移出北海岸 不要再继续放在那边 可是就是说到底要放在哪里 要寻求什么 那我觉得最少是要一个很高规格 要花很多钱 大家要了解这个燃料包多可怕 他是全台湾人的问题哦 不是只有当地人希望他移出 可要怎么办呢 你至少要用一个最高规格 然后也就是说禁人士 他其实完全不可能是安全的哦 那非常非常可怕 可是台天他们就是又有一个罪难 最糟糕 就你看了就是连自己家里 随便什么东西都不会那样乱放 他随便丢几根那个不要的柱子 去自己的后山 这种方法 而且随时就会烂掉 而且主要台湾右边海风 又很炎 又很那个炎烦很高 一下就坏掉 而且就是说北欧欧 就是说这种干式 这种比较干式组存 因为他就没有泡在水里 泡在水里是湿式组存吧 那这是干式组存 干式组存他的环境 应该是要在一个像冰箱里面一样 那你看台湾那么热 你怎么一下子就 他有可能就发生气爆啦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而且就是说不可能是用露天的 就是他用这种露天的风吹一打 真的马上就坏掉了 所以台湾就是太可恶了 就是他们这也是里面也是 就是那个很外国贪 就是里面就是已经有些部分 已经被揭发了 那我想其实这些人都早就都应该要关起来的人 是蛮多的 那我觉得就说 那就是应该我们大家要有体验就是 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在伤害我们 那核灾或是这种核废没有处理好 就是让台湾这个地方不能用 因为核灾它就是让整个地 就是伤害当地人的健康 然后让水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 然后污染了整个山河 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 然后最后我有几张地插图 不好意思 最后 好 这个就是当地的人嘛 他就说以为核电厂 他们给他骗说 会读日文呢 可能在座有些人会读 他就说 核能是一个 然后我就是以为是会带来 光明的一种 未来的一种能源 结果这个地方 他们腹肌有四个丁 是现在已经完全是没有人的一个鬼城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漫画家 因为其实就是辐射最可怕 因为很多人 台湾人 我觉得台湾人这很不怕死啦 就是说你看到连渤渣 很多是看得见的那个污染 大家都不在乎 那辐射最可怕是说他看不见也闻不到 辐射无味无臭 看不到 所以有一个漫画家说 希望如果辐射像这样红点的话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哦 如果是这样子 那你想像他在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守护孩子哦 不要让孩子被捕 那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希望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自己也 我很希望就是说 把自己的经验也告诉台湾人 而且日本就说 因为发生核灾以后 大家对这个核电的认识比较深 那台湾的核电真的是最危险 而且也不容许台电 他们随便就是把核灾乱处理哦 那让台湾变成不能住的地方 谢谢 那一听到院里 很多人就想到反风车 然后事实上 一谈到院里反风车 可能我们的社运 或者是怀孕的人士 就会感觉到 院里反风车 对废和永和的态度 显得暧昧 那我们今天 事实上也很高兴 我们院里反风车的代表惠敏 惠敏也来到现场哦 那如果有可能 也等一下也请我们慧敏 来做简短的分享 事实上 反风车 反的并不是说我们反对费合 我们也主张 台湾需要有替代能源 只是说 当初为什么会站出来反风车 我们等一下也请慧敏来跟我们分享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现场的所有朋友 好 大家看有没有想要提问的 现在可以开始来 荣略的提问 来 如大甲来一个 老师 我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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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inness game 第二个 刚才有那个儒心 儒心 我看了报道说 如今没有冷却的话 会一直往地心溶解下去 会不会溶解到地心 第三个是 今天不是巴黎 这个环境会议吗 它的世界时钟 还是停留在 我们的生存时间 只剩下两分钟 但是啦 在会议中 只强调CO2 但是我看到 刘老师的对本的配合对委 寫的说 核电厂所开放的 两座核电厂所开放的 可以增加海水7度 对 这样 到底 是怎样的 巴黎 我会只强调 是有 土 而没有强调 建议 好 大家好 老师有三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再 再征求一个朋友 一起提问 我们先 我先答好 我记忆也不这么好 我快要忘记第一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二个 就是说如心融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心融毁 融毁是怎样 就是说 它现在 因为像是辅导合一 它其实发生是人类史上没有的 它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融毁 而且是融出 融穿 又融出了 甚至融出尾足体 尾足体 就是保护它最后的一个手段 它融出了 那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它已经变得像蛇 像那种 Y768一团在哪里 那所以它现在要发明 去把它那个融芯回收出来 它才可以把它盖起来 它现在也没办法 像车路比它爆掉了 就盖下去 用石棺盖下去好 它没办法 所以它现在就是要发明 回收那个融芯的技术 那现在就是 可是它可能掉到地下岩盘 大概还没有到融穿的程度 现在大概猜测 可能是掉到地下的岩盘 那事实上大概是已经融出 那个维族体了 所以这也是人类史上没发生过 是一个很大很大问题 那还有关于那个排碳的问题 你看嘛 排碳说来说去就是因为会让地球温暖 可是事实上那个就是核电厂它在运转 或是它那个就是在练诱啦 或是甚至它现在在冷却 每次它要用大量的海水 一下就让它增加7度 所以附近很多人跑到外里去说 噢很好 这么冷的天野这么热的海水可以游 你千万不要去 那就是浮色水嘛 它就是去洗 去让那个锅子冷却 就是让那个一个大锅炉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锅 它其实跟你用水去烧的是一样的 只是它用的是最毒的原料才需要五层钢把它包起来 那它那个东西它排碳 就是它是直接排热 排得很严重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核电它本来就是搞核武 顺便搞的 所以它跟政治的挂钩也很深 所以至今所有关于就是排热排碳的时候都不算核电的 所以那是一个假的 朱山附近的人都知道 像日本附近就说他们樱花都不会 大家发现这 为什么那边的樱花都从来不开花 那那个电力公司就赶快去把樱花全部砍掉 就是不要证明说它不会开花 所以整个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骗局 那像日本有一个很小的岛叫朱岛 那它就是一直抗拒 就是岛上只有五百个人 它每周一定是搞一次示威游行 结果终于把核电厂挡住了 那他们也被招待去看说核电厂看多好 可是他们回来的时候看热船 发现那海的颜色全都不对 附近的鱼都裹不下去 所以他们就拒绝 那只剩下很多的那个阿公阿嬷 他们每天就是每个礼拜一定一次搞一次肺 就是肺盒的那个示威 所以他们就守住了自己的那个土地 那我觉得就说那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不能要的东西 对不起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忘记 那五十个意思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当然不是真的啦 其实当下就已经是五百多个人跑进去了 而且事实上就说他们也曾经让一些的人跑去 也有人跑去避难跑掉的人也有啦 那不过基本上还是很多人是守住了 那五十个根本不够五百 其实五百个那现在是七千个 每天要七千个 可是七千个其实马上就没有人了 所以他们说你将来是不是要用真兵制 你知道就是根本不够 谁要让自己的小孩去那边收拾那东西 那就是卖命 每个人进去带上 活不到四十岁就死掉了 很多核电工他们就是叫核电吉普赛 那而且也就是说他们就到处去 就是在整个日本社会最底层的人去做那样的事情 可是那些人也都一下都被命都被耗掉了 所以整个是一个很残忍的 那将来就是要拆虏 你看台电最近都在骗人家说 哦 拆虏二十五年以后 那核英那边可以盖博物馆盖纪念馆 你们或带一个盖游乐园你可以去玩 哦 那真的是骗 真的是骗笑耶 那这一百年也拆不完啦 世界上关于商用乳 到现在没有拆虏成功了 德国莱比锡一个卢 他拆了二十几年 他拆了以前早就超过他发电时候用的东西 然后剩下三四成没办法拆 就是因为可以靠近卢星 他是被长期被中止哦 被一直曝照 那根本人没办法接近 那他现在说五十年后再要拆 五十年后是一个虚数啦 那你看加起来弄来弄去就是一百年都拆不了 台电二十五年后不知道他怎么厉害 他可以去拆全世界的卢啦 所以我们就说他以后靠拆卢就好了 就是根本是不可能 而且拆卢就说他已经注定了 我们台湾将来用几兆都弄不了 而且就是哦 我那个 你知道有一个叫陈海玲 大家晓不晓得 就是说互邦的董娘嘛 那他是 我有拍过互邦的第一支JCV广告 那我是跟他们还蛮熟的 可是我出来反合 我没有想要去加上反合 我是跟蔡康文友很好 那有一次我回来台湾 我就是蔡康文情话吃饭 我就一直跟他讲 讲了四个小时 就是关于河电的事情 他觉得这还得了 他晚上就跑去找陈海玲 要住在他对面 他跑去找他 那陈海玲就说 他要马上成立一个妈盟 去骂妈粉 监督核电厂联盟 那他还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李儿 他说因为我的立场 我没办法叫做 直接叫做反合联盟之类的东西 叫做监督核电厂联盟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叫监督核电厂 你要活久一点 你叫这名字叫对了 因为核电不是只有到那个 就是把他关掉 你要保证里面一块 就是因为你拆那个炉 或是所有的核废料 每一个都很脏 你要保证他不会跑到 不应该跑得去的地方 一块金属块 一块石块 不会跑到不应该去的地方 那样整个就会造火 就像那个辐射钢砂 辐射屋 刚才瑞珠提到 你知道有一个幼稚园 他就是用了一个辐射钢 他做了一片 就是挡隔音 隔噪音的板 结果那小孩子 那幼稚园的小孩子死掉了 死了一堆 那已经有小孩子死了 就辐射屋的那种状态 辐射屋的问题很多 所以就真的是一个很残忍 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角落有 台湾角落 已经有很多人 因为辐射而死 死亡的人很多 那所以我就跟陈海玲说 海玲你要活久一点 就说你要活几百岁才行 就说因为一个辐射问题 就真的是百万年才会无毒化的 那我觉得是真的 符合电是不是人能用的 那我也反对 就是说用那种 就是说会妨碍当地人的 就是所有健康的那种 锋利化电 你要搞你就要搞好东西 要搞没有噪音东西 现在的技术早就可以做到 不让他们就是不肯 台电就是搞一大堆失败的例子 或是让一些很败的 很不合手法的厂商 在那边胡作回味 那我觉得那个是不可容许的 可是就是说辐射真的是完全 只要发生就完全无可抗拒的 就会很担心 那胡现在是不止五百啦 每天还有七千个勇士 那些都是卖命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真的也不要让我们的小孩 去当勇士啦 谢谢 真的是就是 台湾能不能等到2025 才飞和家园呢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我们大家一起来生事 那你如果真的觉得那个真是危险的话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生命继续传出去 那我们接下来欢迎下一个朋友 李定昌 李兄 李大哥是从祖南过来的 今天真的很高兴一个巧合来到这边 谢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接到王先生的名片 我吓一跳 王先生是我们台湾围棋界知名的高手 大家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不要忘了跟他合照一下 我跟李定昌已经跟他照相 就是我们刘老师的老公 那 这下可能不太好意思 我个人的理想我是永和的 那 那我来到这边才听到说 一些就是特别要注意 那我也很感谢老师在这边听出来 说在那么多可怕的地方 我立刻就感受到 你们两夫妻都是很nice很好的人 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 我不让大家知道的话好像 没有尽到说警告大家的这种责任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夫妻都是很棒的人 那但是我仍然要说一下 我有何的理由 因为刚刚讲到的都是管理不善 管理不善 没有天灾 那如果是假设 管理良好 然后又没有这样天灾 当然不可能没有天灾 没有天灾 大家就怕嘛 可是 就说我们所有的飞机失事 死亡率都很高 只要是坠机大概全机覆没 但是我想到的是 可是虽然全机覆没 但是飞机为什么还要飞 因为它的风险一旦发生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比如说 其实所有的能源 就是我们人类科技所用的 所有的东西都有作用 那只是我们是一个权衡的问题 那我的理想比较会从 因为我是科技背景 我是用科技人 科技管理跟经济的观点来讲权衡 我现在可以回答 可以啊 好 谢谢 今天有这样子的精彩的对话 这个才真的真诚实的 很谢谢啊 也谢谢你赶来 我昨天有去竹南啦 那也很谢谢你认识我的老公 那我觉得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 本来这核电就不是为了上 台湾或日子这个多地震的国家 那它的风险也是真的 可是问题是说 譬如说跟搭飞机的风险是不同的 很多人喜欢用搭飞机来比喻 当然是我们自己自愿的 我们觉得说我想去玩 或我为了工作 我是有目的的 那我们是每一个人可以自愿的 可是就是说像那个核电 就是说它是我们 譬如说我们是那种以前介燃时代 就是那种威权时代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没有办法抗拒 我即使不要我也没办法摆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关于就是它每一种发电都有风险 譬如说在院里的人最理解 连风力也是风险很 就是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然后非常非常 连水利都有副作用 太阳光电板它盖下去也是让很多的生命 没办法生活喔 就是说盖在下面 它其实也是破坏生态平衡的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 就是说我还会要这么拼命说不能用核电 因为核电的那个灾害喔 完全是不一样的喔 就是说像日本现在也是 大家都承认就是说核灾 福岛核灾是日本自然力 环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的灾害 而且就是说它制造出来的喔 核电制造出来的东西喔 是原来这个地球上原来没有的 它不可能一百万年都不会恢复原状的 那是你人类完全没办法解决 好就算你都没出事 你很侥幸到初一为止都没出事喔 就算管理喔 没有管理不散的问题 不要说啦 机器也都是本来就是都会坏掉 你用家电的经验 就知道机器本来就是都会坏掉 一点都不奇怪 你发生坏掉就是一定有这样的问题 那可是它只要一旦发生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那种就是 所有发电的方式喔 会像核电这样子 它是会带来亡活灭种的 就说那个辐射造成的伤害是完全无可收拾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你怎么可能造成一个家 几百年都不能回去呢 让我们那个家我们是三百年都不能回去 我们其实 所以说说我们两个 就说我从来还是很低调 在他拿到北宁房之前 台湾人没有人知道他是我先生喔 台湾人因为我还有写情色文章 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对我有一点想像我也想维持啊 可是没有人知道 然后我也不想跟人家说我们家 哦还有一个房子 可是我牺牲的那个家 就成为我反核的动力喔 那说了这样子我们完全没办法回去那个家 所以你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 像这里我今天来看这好惊讶 这么一百年维持这么好的一个家 那你要是发生何栽 你就真的是没办法回去了 那很多的人就觉得这个根本完全是 现在还十万人没办法回去 这真的是一个太悲哀太悲哀的事情喔 而且事实上十万人是政府有补贴的喔 你要是你自己家里的小孩 你可能只是因为行政划分 三十公里圈只差几步路 这边就没有补助 可是你明明这里也污染很严重 你也是只好把那个小孩子 就是带着跑路啊 那很多人先生留在原地工作 太太带着小孩跑路 然后结果家庭分散几年就不行了 就造成那样子 就拆散了非常非常多的家庭 那悲剧实在是太多说也说不完 而且就说你只要是搞核电 搞日本喔 你知道有三个 有没有对日本是地理要的 日本有三个浮的线 浮井跟浮岛跟浮岗 那只有浮岗比较好 那浮井有十一个反应炉 然后浮岛有八个反应炉 四个就说因为它是比较偏僻 就比较穷的地方 大家就硬加给这种很比较穷相比较的地方喔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完全不是人类 然后大部分人就本来就不大敢跟浮井的人结婚 他就觉得你在当地你的基因可能就是已经 就是坏掉的东西 所以就不大敢跟结婚 就造成很多的歧视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类很悲哀 本来就不能用的东西喔 那它跟其他的 我也觉得水利甚至是任何火电 那可是像比如说火电 它稍微那个绿网稍 我们现在台电是用全世界最贵的价钱去买最难的煤 然后拖联化过程等等也不好好做 可是它比如说它稍微加一个 它用在核电的几千分之一的钱去加一个像样的绿网 它就可以让我们不要每天再发生止暴 我看了也很不忍心 我也觉得说种户人他不想反核 我也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是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反核根本不需要替代能源 是那个就是说我们是火电才需要替代能源 才需要去用其他的再生能源来 那当然要寻找对 因为技术也在进步 所以也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为什么一定要把子孙的命都卖给核电 这完全是一个很不怕理解喔 那说穿了那就是一个钱 是一个可以就是说不断有采购 然后不断它说要维修要搞什么 要技术 台湾那核电哪里是台湾的再生能源 台湾核电 燃料 设备所有 连技术 维修 全部都要靠外国 哪里是我们台湾本地的能源 所以都是一个骗局啊 所以我希望就说 就说即使是永核的 我有很多的永核朋友 后来都就是后来都回头了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你哪一天可以来讲的比我更精彩 谢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只能再接受一位朋友的提问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要送一点特别的礼物 谢谢 让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都充满了感情 都充满了感情 这个是地方亲自研发了三年多的一个糕饼 这个糕饼是研发了三年 用了相当多的感情 这是一个新的形状 里面是密地瓜 里面是密地瓜 事实上这个糕饼我就取名叫做爱 充满对故乡的感情 充满对故乡的感情 一方手做的 一方手做的 他只有目前是第一次出炉的产品 谢谢 另外 很多朋友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台湾Ti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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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方设计的 实际上这个在台湾 大概已经有五千个朋友 包括维也纳 包括日本 其他的地方 很多人都已经默默的穿起 这件台湾的衣服了 另外还有我姐姐是自己制造的 车缝的纯棉裤子 那我想我們是把這個感情送給某一個人 還有我自己寫的一本書文章 我下次應該再送的書 那最後我想簡短的問題 那不曉得怎麼來決定誰來發問 先輩好不好 這是我爸爸 這是我爸爸 大家好 很感謝林小姐來到這個秀蘇貝 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真心有照顧到 真心體驗到這個福島的災難 我在一個十字看過一個訪問 剛才他講到這個不知道我記不清楚 那個緊張的時候 他們幾家祖 剛才他們兩個好生 全都五十萬塊 要賭名 大家要賭名 因為他親心有照顧到 我們台灣不能再發生這種事 絕對不能再做 今天他說的 我們好像坐高鐵 很快 但是我 我的那個也在這裡 這裡的中部也都在這裡 可能喔 到我差不多聽不太清楚 因為我們都 鐵仔都鐵仔 他現在在忙不知道 報告得夠快 你坐高鐵仔 坐高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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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神明的好生 我記得你在走路的時候 一本給幾個小孩 五十萬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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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小孩高鐵仔 高鐵仔 那我很開心 一四人不得到五十萬一票 很開心要走路 爸爸媽媽說 大家要照顧人顧小命 真的嗎 我在這裡 我很 我們大家都不希望 台灣發生 台灣發生是很親善的 可能在日本看 大家像那個 陳安波 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 陳安波 他們看 那幾千公里 那些輔送還要走到台灣 這很嚴重 在這裡 我不要再說太多 剛才那個陳安波 他有幫你買過這一次 那時間在哪裡 麻煩你請一下 陳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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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大家看 這裡有可能幾個都是 和市公投的濟港 我們在1999年 就開始台灣這樣走 庫行都千幾公里 陳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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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也插個輕鬆的話 記得幾年前 記者和連錢出錢 不知道去哪裡 記者吃的便當一百塊 連錢的吃五百塊 那個幾年前了 陳安波 陳安波 我知道他吃的都一千塊 為什麼我們和市公投出去走 便當都五十塊嘛 隨便你 你有錄也好 沒有錄也好 我知道 三十八禮拜 七六禮拜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二波的時候 全程沒效忍 陳安波 第三波 去到 空幾年 兩千空幾年 空三年 因為這就沒人了 所以該做 七六禮拜 三十八禮拜 沒效忍 陳安波 每次的便當都一千塊 他都落一千塊 另外一千塊 三十八禮拜 三十八禮拜 乘以二 七十六禮拜 二十五禮拜 兩千九五禮拜 全面 七十五禮拜 十五禮拜 唔